申请入住周立部案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网友活脱脱的一部宫廷大剧 周立部案件眼花缭乱网友活脱脱的一部宫廷大剧 周立部案件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之一真相如何却成为了一个谜题困惑着广大网友不过就周立部案件的一部三折来说唐爽莫虎相继和周立波开思 最后竟然又跳出一个某某这活脱脱的就是一部宫廷剧案 4月周立波持枪持毒案在美国开庭本来以为这起风波终于可以结束让人没想到的是庭审当天却又收到案件延期审理的消息 随着二审的开庭本来作为周立波好兄弟的唐爽竟然突然反水 据报道面对围堵的记者唐爽当时并没有做出具体回应 但是他已经向法官表明枪械毒品并不是他的 既然如此车上就他和周立波两个人不是他的会是谁的呢 随着唐爽的反水 莫虎满满的也不再帮助周立波变成了第二个唱对台戏的人 这下一个是自己同车的人 另一个是自己的律师 周立波可能也比较慌了吧 周立波最后在美国也并没有被定罪 本来这起闹剧也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周立波似乎舍不得这起宫廷剧 在回国之后对唐爽和莫虎发起了争讨 言称在美国被中国人陷害了 随着闹剧的不断加大 某某也跳出来怒对周立波 并且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 到了最后连周立波的老破胡杰也被牵扯了进来 周立波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周立波莫虎唐爽都是心之肚明 只果不祝货 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 是非曲直自有人去评判